大家好,我是顾爱学长 这个视频呢,咱们深度点评 像天顺风能、金风科技 江苏新能、节能风链 百丽电器等 那么咱们今天分析的次重点呢 是金风科技和百丽电器 好,那么其他个股的话呢 咱们也会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进行点评,仅供参考 不作为满满依据 好,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天顺风能 那么像天顺风能的话呢 今天它再度涨停 而且呢咱们前面 在什么,在诗原位置附近的时候 就讲到像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它可以把它作为 风能方向的龙头去对待的 只不过呢 在前面跟踪的一个视角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对它的一个位度呢 是属于日线级别的中枢 而后的话呢 可以把它用日线级别中枢的扩张 来进行看待 中枢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扩张 它对应的话呢 是属于周线级别 向上离开断 向上离开断的话呢 那么在前面这个位置呢 呈现这样的一个平台突破 咱们把它作为重要的观察点 当时的话呢 在前面的这样的视频当中 讲到呢 像这样的个股 咱们反而不惧恐高 不管是多周期 强制攻击阵也好 还是属于 从残论视角下 它属于日线级别中枢扩张 可以把它作为 这样的一个第一个中枢 日线级别中枢 第二个日线级别中枢 那么呢 高中枢的高低有相连 可以把它作为中枢扩张 那么当前的话呢 对应的像千岁风筝 它还保持在 那个主声浪的一个阶段当中 在这个主声浪的阶段当中的话 只不过从10元附近 或者从它启动点 从8块钱附近 它当前的话 已经短时间内 已经翻了一倍 翻倍过之后的话呢 再往上的话呢 就是手中 有的你可以按照交易口诀 去跟列宋浪 连板之后 这个位置呢 两连板 两连板之后的话呢 第二天再去高开 或者再去冲高 干嘛呢 不能连板了 偏雷五军 找卖点 偏雷五军 不可追 偏雷五军可减持 短线是要 偏雷五军 就是卖点 不断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偏雷五军 找卖点 那么呢 对应的13不破格DC 那么呢 当然这是 今天已经涨停 今天如果说 没有走出来之前 对应的 手中有的 顶着手下 它的趋势结构 手中没有的话呢 像是再往上 不建议盲目去追 因为呢 它从短周期来讲的话呢 从7块5到15块 以前上方 它已经 就是从 8块钱左右到15块9的位置 已经翻了一倍 翻了一倍的话呢 那么手中没有的 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再去追 个人为了 已经没有足够的性价比了 只不过手中有的 顶着手下趋势 那么趋势的话呢 再结合咱们前面 讲的趋势线的运用 把它下方 低点和低点相连 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线 好 那么这样的趋势线的话呢 对应的 可以做一个趋势的 一个坚守的一个节点 就是后面 它主要说保持震荡当中 回射不破这样的趋势线 阵段当中 往上不破趋势线 都可以作为趋势的 一个坚守的视角 就底仓的部分 可以守下去的信 那么浮动仓位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还偏离五军可减持 实战不破个低息 这是一个基本的应对的思路 如果说 对于底仓的部分 偏离五军也减持了 结果呢 它回落一下 没有 没有给你很好的一个低息的节点 又涨上去了 怎么办呢 浮动仓位 那么不要盲目的去追高 不要盲目的去参与 我可以放弃吗 只要还有底仓 能守住它的趋势 即可 就是浮动仓位的一个参与机会呢 是市场给合适的 这样的一个低息高波的节点 就把握一下 没有合适的 低息高波的节点 不要盲目 不要勉强去操作 底仓的话呢 唯一持股的标准 就是守它的趋势 趋势在 守趋势不在 那么了 放弃 好 这是停水分能 那么咱们重点分析的对象呢 是金风科技 为什么说把它作为 重点分析的对象呢 金风科技的话呢 我们来看 在前面 对它的一个表达是属于什么呢 因为当前在我看 它是一个灵界点 这个灵界点是什么意思呢 前面呢 咱们对它的一个态度 就是为什么说 现在当时呢 还有粉丝问到说 感觉到在某些节点 金风科技 表日内 更强一些 为什么个人认为 天顺风能 它可以作为 轻能 作为风能的龙头去对待呢 因为它的结构不同 结构的视角的话呢 像金风科技 当前是处在什么呢 它当时是在这个节点 在140年军厌附近的时候 当时对它的一个观察视角呢 是属于大的结构 它是属于 这样的一个 箱体的内部 属于这样的震荡的距禁 而对于天顺风能的话呢 它是属于日线级别的 中枢扩张 然后呢 走的是这样的突破 走的是趋势 走的是 可以把它作为主生来看 而金风科技的话呢 当前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这个观察点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如果说横得住 在那横得住 再往上 可以把它作为大平台突破来 就对待 目前位置还不能视为它有效突破 还需要去进一步观察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有效的 就是横得住不低下来 在那 然后再往上 可以把它作为大平台的突破 这个大平台突破的话 甚至可以去问鼎 或者是去考验历史的前高的 历史的历史的新高的 但是讲这样 这样讲的时候 就怕一些乌友或者一些粉丝朋友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想象来的认为 未来一定会这样去走 它没有那么多一定 只不过呢 作为一个重要观察点 就属于 每一次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相体的上沿附近 都是一个重要观察点 这个观察点呢 如果说有效的 横得住 有效的突破 回踩不破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以作为新的观察点来去对待 如果说没有突破的话呢 这个位置反而是一个小的风险点 所以说呢 对于经风科技来讲 是一个重点 就是重要的一个观察点来讲 那么我们再看小周期的 因为大周期的一目了然 这是大的平台震荡 当前是属于震荡的上沿的节点 那么再看小周期 小周期的一个维度的话呢 对应了咱们前面对它的一个 观察视角是什么呢 对它的一个观察视角是非常明显 是属于什么的 前面的涨停在涨停 涨停板过周呢 第二天也是属于这样的高开 高开过周呢 不能连板就是偏离五军 偏离五军不可追 偏离五军可减持 偏离五军防回调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是连续123456 六个交易日 加上今天六个交易日的 这种增长争理 这个增长争理的话呢 它对应的还属于 单阳不破的范畴 这个单阳不破的范畴的话呢 咱们在昨天 包括了在前面 给大家讲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呢 甚至可以把这个缺口的位置呢 给它做一个参照 什么意思呢 这一根阳线的实体 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它属于单阳不破的一个走法 那么咱们前面讲的一个节点 什么单阳不破 要和什么相结合呀 和军线 军线的话呢 就说呢 例如说贴着13年军线 或者贴着五军 例如说这样的节点呢 作为一个观察节点 就是后面什么呢 如果说乡下始终 能够保持住单阳不破的状态 而后的话呢 再出现这样的长阳突破 那么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横强 或者是回归的强势状态 那么当前的话呢 就是前高 上有压 下有撑 单阳不破的状态当中 就是当前大的结构上面来讲 依然处于这样的一个多头占优的状态 多头占优 那么对它的结构来讲的话呢 大 叫什么呢 几年的大的平台上延 有没有突破呢 目前为止不能视为有效突破 还需要去观察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中是属于什么状态呢 中是属于当前还属于这样的上涨结构当中 好 还是属于什么 中期来讲上涨结构当中就属于反弹 有行高回落 没有行李反弹 有行高回落 没有行李 属于这样的一个上涨结构的当中 那么小级别是什么呢 单阳不破 用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来去根基壳 好 这是金风科技 如果说呢 后面它始终保持单阳不破 然后呢 再出现这样的一个方量光头阳线 或者是涨停板的方式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的剧情 后面呢 依然可以把它作为重要终点跟踪的对象 如果大腿呢 有效突破呢 它能把后来居上 这一点呢 是值得进行终点跟踪的 但是没有出现 没有发生之前呢 没有必要去赌 它会怎么样 如此而已 好 那么我们再结合其他的一些视角来进行看待 那么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前高附近18块一毛八的话呢 当前是一个小的 沉压的一个节点 好 那么这个位置呢 像多周期的一个维度来看 像越开线 MSD经差零度上方 很明显 用越开线来去看的话呢 就是格外清晰 它就属于什么呢 平台的上沿附近 就是平台上沿这个节点的话呢 并不能视为有效的突破 它只是一个重要的这样的观察节点 靠近上沿的节点而已 好 那么再看周 MSD经差零度上方 那么从周开线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呢 对应呢 它也是属于MSD经差零度上方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像对应呢 它是对于五 就是如果说震撼当中 这个位置只要横得住 横得住是什么概念呢 横得住的同时 然后呢 让五周均线顺势往上 然后呢 13周均线顺势往上 能够保持这样的独特排列的状态当中 这个位置呢 只要说不出现这样的一个深跌 周开线也是单阳不破 然后呢 靠近五周均线 它对应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日K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这个位置单阳单阳不破 单阳不破的话呢 只要说日线MSD不出现时差 那么呢 日周月强制周期公正的前提下 分钟级别调整 找机会点 它是金风科技 但是呢 对应呢 如果说手中有的 手一下它的单阳 这个单阳的话呢 可以参考下方缺口 这个缺口的下沿 也就是9月2号涨停板的涨停位置 对应的话呢 是15块五毛九 这个位置只要说不破 它都可以把它作为强势的一个整理状态当中 那么向上的话呢 对应的防范呢 是偏离五军 浮动仓位当减之减 如果说是底仓 或者是趋势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还可以去一根 它的结构 好这是金风科技 而且呢金风科技 咱们前面跟中视角 这个位置是一个30分钟 输的一个下跌 30分钟盘整下上涨 这个位置也是一个30分钟盘整上 给出30分钟 比30买点 30买点的话呢 用长龄视角 这个位置是30分钟 三买之后的反弹 对应的话呢 它是一个5分钟 这个位置作为一个5分钟中枢 这个位置作为第二个5分钟中枢 咱们前面是用这样的视角去跟的 好 用这样的视角去跟的话呢 对应的 从12块7 好的位置以来 把这个位置呢 作为第一个5分钟中枢来去对待 好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第二个5分钟中枢来去对待 强的话呢 是完全可以走向上新的 向上离开段的 但是这个离开段的 又关他力度 力度如果强 那么呢 进一步去跟 偏离五军找卖点 力度如果说不够强 并破一下强高 强高也是要找卖点 找卖点的话 如果说对应了回路 他只要说能够横得住 然而考验的是历史大平台 其实历史这多年的平台里面 那么他能否需要突破 是需要多观察几天的 好 这是晶风科技的一个定中视角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江苏新能 江苏新能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江苏新能的一个态度 因为这一只个股 咱们前面的话呢 在他这个位置掌停的时候 讲到他是 真大回撤 就是掌停过之后 后面呢 讲到对应的 再往上的话呢 就掌停板之后出现了 不要太兴奋 先观察一下历史上 出现掌停板的一些剧情 那么呢 最起码能够打回一种偏见 那么掌停第二阶的话呢 冲高或者是高开 冲高呢 只要不是这种强势 快速200强势掌停的方式 干嘛呢 找卖点或者是防 偏离五军 防范偏离五军 或者是呢 那么这类个股回落下来 当时讲到有单样不破的一个视角 就说掌停板 通知结合五天均线 作为一个短线视角下的 一个DC的一个方式 那么呢 好 冲高 DC和高跑止盈 那么当前 他的一个根中维度是什么呢 先看大的一个结构 大的结构呢 它是属于7块7毛6以来 这样的一个日线级别中枢 向上离开段的延续当中 这是大的一个结构 那么小的一个结构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是作为三分钟枢 三分钟枢向上离开段 离开段的话呢 这个位置作为第一个五分钟 这当天可以作为第二个五分钟出书来去看 再结合呢 开线语言来讲 以9月2号涨停板涨停的位置 作为重要的参考点 也就是18元的位置 也就是18元不破 那么呢 他的还保持强势的一种整理状态 如果破了18元的位置的话 那么他对应的就属于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由强转弱的一个视角 可以让去跟前高 20块5毛6 作为短线的压 承压的节点 那么支撑探18元的位置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应对视角 那么这个位置呢 可以作为一个30分钟中枢 30分钟向上走的过程当中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的中枢 来去看待 当前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第二个五分钟中枢 组建 强的话呢 可以走向上离开段 弱的话呢 如果向上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找卖点 18元的位置呢 可以作为短线的一个技术方程位 好 这是江苏新能 好 那么同样的 如果说这类个股走转弱 最终的 只要说没有转弱的话呢 还有机会去跟一跟 如果说这个位置 反弹力度比较弱 然后呢 回落走个反向运动 反向运动呢 后面考察的是30分钟上延 30分钟上延 如果说回落不破 给出30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线段下 或者是日线的一笔下 5分钟呢 这样的一个盘整下 对应的不破 那么对呢 可能会存在一次30分钟级别 三点买点的机会点 然后呢 再看他三迈转二迈 还是三迈转一迈的问题 好 这是江苏性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像节能锋链 节能锋链 讲到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其实有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个别现象 有什么呢 完全陷入一种情绪 如果说你是按照自己的情绪 在进行交易的话 你的方法 就是你听到的方法 你所了解到的方法 以及呢 你所掌握的一些技术点 在关键时刻 他都没都是失效的 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根本就不用 为什么呢 像节能锋链这一只个股 咱们对他的一个跟踪视角 对应呢 其实也是在140年局限 重点去跟踪 跟踪的节点的话呢 对应了他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当前来看 从140年局限 增大上 突破前面的高点 已经给出什么 给出阶段性新高的 阶段性新高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他的一个走法呢 也是属于沿着五军 现在爬升 沿着五军现在爬升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尤其是出现这种的长阳 七个点 八个点 九个点 这样的长阳出现 值得同时不能封板 不能封板的话 实际上就是找这样的一个 短周期的卖点也好 或说呢 找这样的缝发 哪一个节点也好 但是呢 如果说一次又一次的 偏偏在这样的节点就追了 那么呢 就会特别的尴尬 那么当前像节能锋链 这样的个股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对应的 他的一个做法呢 我们从什么视角 从三块六毛一的位置来进看待 他的一个当前的结构 是什么样的呢 从三块六毛一的位置来看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一个 好 一笔下一笔上 一笔下 这个位置呢 可以组建一个 30分钟级别的奔走中枢 好 30分钟级别奔走中枢 形成过之后呢 再走向上离开段 现在离开段的力度还是比较强的 当时回撤 回撤的话呢 其实他的结构呢 对应了 等待一个日线的一笔下 出现底分 那么呢 可以把握他的一个 30分钟级别 三类买点的一个机会点 就是他的结构是没有坏的 这个结构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低点 低点 低点还在抬高 高点 高点还在抬高 他的结构尚且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但是呢 从历史呢 这个位置呢 回落 一周 回落一周多 这个位置呢 回落从高到低 从怪奇猫九 如果这个位置在 因为今天的话呢 它是没有方向的 今天的话呢 对应了 它是一个 增浪整理的状态 增浪整理的状态 的话呢 13年居线 它是一个 小的一个支撑 支撑位 因为这居线的维度来讲 咱们经常讲到的像波段视角 看一下十年 13年均线 那么像节能风电 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你只要不是这种盲目的去追高 这只个股 其实还是很容易去把握一些 节奏点的一个互利机会的 那么这个位置呢 回落其实对应的 一小级别来讲 参考一下 十年均线 已经那前高的一个节点 从常理结构来看的话呢 对应了这个位置呢 如果走出一个 一笔下带有明显的一个底分 它反而是个机会点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当前是一个 就是调整状态当中考验 下方考验 13年均线 上方五军 稍有承压 好 这是节能风电的一个表达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对应的 一定要结构饱满 才可以去 经常或者才可以去把握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 这是对于节能风电的一个 节能风电的一个跟踪视角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百利电器 百利电器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我们来看 像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首先这一只个股呢 个人认为它是值得跟踪的 为什么呢 从16块9毛3跌到2块8毛5 从2块8毛5当前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它已经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日线级别中枢 然后的话呢 好 准确的讲它是属于什么 它是属于大周期 从2块8毛5的位置 从2块8毛5的位置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日线级别中枢 而后的话呢 再走向上离开段 现在离开段内部的话呢 它走的是一个 1 2 1 2 3 4 5 6 7 它走的是30分钟中枢延伸 而后呢 再开启它的一个向上离开段的一个走法 好 对应的 这是它大的结构 就首先呢 它是属于底位 底价 而且的话呢 长周期来讲 它已经止跌的 就是它属于底点在抬高 就是长周期来讲 它是属于一种底位底价 但是呢 还没有真真真的发力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日线级别的 这样哪个中枢来去看待 当前的话呢 走的是这个位置呢 它强可以走出相当 日线的相当离开段 弱的话呢 这个位置 它也可以作为 这样哪个日线中枢的 这样的延伸来去看待 那么它只要说 不破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中线 它是当前是可以去长 可以去持续定中 这是百利电机 从技术结构的视角来讲 那么我们再看细节 细节是什么呢 从3块6毛5的位置 3块6毛5的位置的话呢 对应了 它是属于 好 30分钟中枢的不断延伸 这是日线的 一笔下一笔上 一笔下一笔上 一笔下 不断的这样的延伸 不断的这样的延伸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当前的一个表达 冲高之后回撤 这个位置呢 和中枢的上演有接触 好 和前面的站的 中枢上演有接触 有接触过 之后呢 再往上 从墙 这个位置呢 可以组建 就是走向上离开段 持续很强的状态 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第二种推演方式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 一旦衰竭 回落 它只要不破前面低点 回落下来 对那就是机会点 而且呢 它是属于大平台上方 勾住 刺激别 或者是勾住呢 新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视角 来去看待 跟踪 摆地电器 那么用更 再用细节来去跟的话呢 从这是一笔下一笔上 好 从4块3的位置 日线还属于一笔下 而且这当前是属于单阳不破 这一天呢 它是属于收涨八个点 收涨了8.2% 8.2的话呢 连续一二三四 属于单阳不破的一个走法 那么贴着13年均线 就是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这个阳间的半分位只要不破 还属于强度整理 好 这是摆地电器 那么同时呢 我们再结合它的基本面 来去看待的话呢 进行分析 它是属于像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 好 那么财务分析里面呢 它是有业绩的这样的一个体证的 业绩是属于比较稳定 稳重有升 好 这是摆地电器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本身位置不高 很多时候呢 对于一些 股友来讲 对一些粉丝朋友来讲 我看到有的时候会看到这样的留言 说希望呢 就才能够多点评一些底位底价的 其实首先你要理解什么是底位 什么是底价 为什么呢 底位底价的前提 你要足够的耐心去跟 而不是说呢 底位底价 它立马就能够去买 点评之后 立马就能够上涨 为什么呢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好 当它在两块八的两块八毛五的位置 它是不是底位底价呢 它没走出来之前 这个位置 谁敢说 它就一定是 就是它的价格却是不高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 但是呢 这样的节点 它值不值得介入 值不值得关注呢 在我认为它不值得的 为什么呢 它连指跌都不能事为完成 而且的长周期这样的一个单边 下跌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 真正的作为的底位底价 是从历史的一个视角来看 它相对于历史的最高点相比较来讲 从它历史的走势来讲 位置不高 同时的话呢 近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而且突破 就是那一定是要么是属于均线的角度来讲 刚刚出现拐点 五十三乘的一百四十丁均线 结构上面来讲 单边下跌结构已经破坏 下跌通道已经突破 然后呢 出现回踩 或者出现直跌之后的 真大整理 然后呢就差突破了 就是呢满足这样的结构 所以说呢 在我看来想什么呢 像百利滇气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就属于偏底位 底价的一个表达 只不过呢 这类个股的节奏点是什么呢 当前的级别是属于什么呢 用短线的一个视角来看 单阳不破 就足以去跟踪和应对了 好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是贴着贴着什么贴着 贴着不管是贴着五平贴着十三天均线 都是可以作为低吸的一个视角去看 破了这个阳线的一个起掌的位置 就作为一个短线 作为止损的一个视角 或者作为一个立场的视角 这是一个应对思路 后面呢 像上的话呢 如果偏离五军 或者出现这样的一个冲高 连续的这样的一个阳线 但是呢 强者留住住的去值 这就是最简单的思路 如果用中线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 对应了只是常识性的跟踪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回落 只要不破前面地点 对应了 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机会点的一个把握 这是百里电器 所以说呢 对应的话呢 如果说 它的一个做法呢 破了140内均线 然后呢 它结构发生 本质性的变化 那么呢 底上的部分也不值得坚守了 走弱了 该放弃放弃 好 这是咱们讲的内容 那么再给大家做一个 关于仓位的一个总结 咱们前面呢 关于仓位的 专辑视频 我看很多朋友呢 留言 还是说能够受到粉丝朋友的一种共鸣的 那么咱们再一次给大家强调一点 就是呢 一方面 影响你心态的是表现上是涨跌 本质上是仓位和成本 那么呢 这个仓位和成本的话呢 对应的给大家讲一个原质性的一个思考 就是大家一定要深入思考 你才有收获 如果是短线交易 不建议轻易的加仓补偿 不要情绪化的交易 而是呢 更不要情绪化的不断的加仓补偿 而是严格按照一套短线交易体系 交易系统来进行买卖 严格指引 严格执行指引之损即可 你需要不断提高 不断完善的是 你的交易系统 交易这样的一个体系买卖的这种方法 是不是经济求精的 是不是完整的 是不是不断的可以去提升的 你只要说有没有的话呢 先形成形成过之后呢 不断的去完善 这样的话呢 最终它是可复制的东西 否则的话呢 临时起义的情绪化的东西的话呢 最终都会 以运气赚的一些收益 都会通过你的实力亏进去 如果是中线波段的一个交易的话呢 严格控制好底仓和浮动仓位的一个比例 如果说呢 没有精力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技术基础 那么浮动仓位把握不好 那么你只用部分仓位手趋势即可 那么呢 它底仓持股的唯一条件 趋势是否还在 或者说它的结构是否可延续 结构的视角来讲呢 例如说有的个股最后呢 它是谁 例如说 像是一个单边上涨结构 那么每一次回路 它只要不破前面低点 结构可保持 那么呢 再结合确实线的一个公正 其实就可以作为一个底仓部分 持股于否的一个标准 或者是一个原则来去看待 浮动仓位的话呢 有精力 有这个能力把握一下 没有能力 你可以补去 可以直接放弃掉 但是呢 最终 如果说 初中是一次短线交易 结果呢 加仓变成了 中仓变成了中亏 且被套住了 一拿拿三个月 拿半年 拿一年 而忘记的做中 这个不知道 这种经历 相信一些粉丝 一些股友应该是有的 或者说呢 初中是中线是波段 结果呢 仅仅三到五个点的波动 就让自己被动的仓位 完全失控 要么是 本来 想做一个 想把握他的趋势 这个趋势呢 从直股成年来讲 不能只考虑 单下的技术成年了 而是他的方向 方向的行业 背后有没有 争测的一个 有利因素推动 或者说呢 有没有这种 供需的改善 或者说 个股的业绩 是不是持续相好的 然后趋势 是不是还在 然后的话呢 如果是趋势 中线或者波段 结果呢 仅仅因为 当下的三五个点的波动 就让自己盲目的 要么是 完全让仓位失控了 要么是 在调整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的过程当中 让自己盲目的 一次又一次的 不断的去加伤 不断的去补仓 完全没有意义 反弹三个点 五个点的话呢 让自己就会 就是呢 如果说让自己 常与失控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的时候 对于一些故意来讲 他会被一种 分时的涨跌 盘中的 这样的一个波动 完全 完全陷入一种 情绪化的一种应对 而不是按照 一定的方法了 就是把方法 学了不用 或者说呢 没有 没有一个严谨的 按照方法的 一个世界去看待 那么方法论 对你来讲是 永远都没有用的 因为你根本就不用嘛 好 这是一个思考 所以说呢 结合个股电瓶 包括呢 结合一些 行情的一些 跟踪 涨跌交给市场 应对的话呢 交给自己 仓位的话呢 一个是仓位 一个是成本价 一个是应对 只要说的 这三点 能够有一定的章法 不失控 那么呢 风险就能够控制住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只作为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卖依据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记得赞赏 好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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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